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如果在与神同行的这个道路当中 有没有像牧师讲的 兴趣越来越甚化 越喜爱神的话 有些跟司公 圣公 拯救人的灵魂的 碰生命的越来越喜爱 谈情的越喜爱做吗 录制的越喜爱做吗 越有创意性的要做吗 如果你有信 你的兴趣甚化了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主给你们的 所以人通常兴趣没有回复 很辛苦 因为有时候好像拖着自己 要做有些圣公 很辛苦 所以圣公是羡慕的 保罗说要羡慕三公 对不对 羡慕三公的人做监督 所以这个心里面的兴趣 可以看得到一个人 他的恩高 这是地方 现在我们去谈一些其他的事情 有一些比较我们可能 弟兄姐妹想要问的 那牧师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喜好 你讲兴趣 喜好 差不多 hobby一样的东西 我们有些人喜欢运动 有些人喜欢 shopping 有些人喜欢 surfing 有些人还有什么兴趣 有些人喜欢 collect stamp 有没有人 有些人喜欢玩 zigzag puzzle zigzag puzzle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兴趣是什么 他们的兴趣是打猎 基督徒 打猎 牧师这是我的 hobby 喜好 他们打得很刺激 那个东西 喜欢玩这个东西 这些属灵不属灵 这些是不是神许可的 很多人很喜欢问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方面 我给各位一些答案 好不好 让各位的生命无可指摘 有时候我们有些 偷偷有些兴趣 我们就说 上帝可以了 上帝许可了 我反正做工这么压力 这些是我的消遣 你不要自己定出来 你要回到圣经 还有你的良心 你要祷告的东西 我就给各位几方面 你们继续思想 第一 如果你问 我能不能玩 或者这些 hobby 这些喜好 你问 当你在追求 或者听歌 什么这些 当你在追求一些喜好的时候 你一定问 你这个喜好能够把你带到 你在做这些喜好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能够荣耀神 能够赞叹上帝 不尽到对神越来越冷淡 不管 不饥渴 甚至爱世界 所以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你先问这个第一 先问这个 当你在 我明白我们人 上帝给我们肉身 上帝绕这个全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旅行 对不对 当你在做那样东西 你的心里面 有时候不是那样事情 是你做那样事情的心态 心里面 赞叹 不尽到受捆绑 或者爱世界 有些人品尝食物 也是一种兴趣 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 你问 第二 当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喜好的时候 会不会 会不会 给你身心灵 有充足的力量 使你能够更好地做正经事 还是拿走你身心 耗尽身心灵的力量 该做的事不能做好 然后请大家想一想 这个有没有 如果有一些兴趣 有些人是 喜欢打高 有一个教会 有几个弟兄 主称一个打高 我不懂打高要多久 谁打过这边 打八个小时 弄弄弹生意的人 就一边打一边讲生意 政治家 第三 你也问 你的兴趣 喜好 会不会过度地耗尽你的时间 跟你的金钱 这个你也不一定看 有些人喜欢收藏古董 这是我的兴趣 收藏手表 家里没饭吃了 还在收藏这个东西 所以 这些你也看一下 如果过度了 大家想一想 你问 有没有神许可吗 荣耀神吗 有些人 看一下 然后你的兴趣 能不能融入他人 就是 我运动 我可以叫你来看运动 我去看演唱会 我也叫你看演唱会 我去看演唱会 不要跟你讲 就我一个人去 所以 你的兴趣是有点暧昧的 在身边有点暧昧 还是很光明的 能够造就人的 人能够跟你一起做 我这个 我玩这个 我collect stamp 你也可以来跟我collect一起 你自己看吧 如果你可以的话 然后能够跟人建立关系 我去gym 你也一起来 然后建立关系 那好 所以这个hobby的东西 我不能给你们一个指定的 这样的兴趣 那个兴趣不好 你们自己看 请自己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在跟 比如说不再做事工 各方面的传福音 好像看起来 不太有直接关系的时候 但是其实我们做那样的东西 其实也带来给这个方面的好处 你们自己看有没有 当你们问的时候 也当然大前提是 你们的兴趣越来越盛化 这是对的 就是说你们上轨道 正在轨道中行 正确的轨道 我们下轨道 我们下轨道 感谢观看